花蓮某國中女學生畢業旅行時向老師透露 國小期間曾被花蓮縣南區某間雜貨店老闆性騷擾 學校也就向學生就讀的國小通報 發現有20多名女學生受害 隨即進行校安通報 並且向教育署通報 每天是說他去買東西的時候 老闆會拿那個尺去戳他的胸部的位置 這個部分我們有結合了警政教育跟我們社政 希望能夠家長知道事實以後能夠來做報案 財貨店仗著社區有很多家庭都有奢障 因此許多家長都不願意撕破臉走法律途徑 也讓許多受害的孩童倍感壓力 因為遇到我們跟那個老闆 就是有上上的問題 就是現障的問題而已 目前是沒有 他就跟我說 就是叫我老公撤到這樣子 我擔心說這些小孩子漸漸懂事以後這件事情 對他在他的人格形成的過程裡面 到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結果警方調查之後了解 2021年到2024年間 有許多名被害少女遭受到強制猥褻 嫌犯到案之後也坦誠不會 最後一涉嫌強制猥褻 以及違反而造法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女生喜歡雜遭被超連事採訪報道